哈囉,我是Anny 今天要示範的是用Photoshop這個軟體的剪裁遮色片 來調整照片的尺寸和大小 那它更快又更方便的方法 好,首先我們要打開Photoshop這個軟體 然後進入頁面以後呢 我們要新增一個頁面,按檔案的新增檔案 那我們新增的是A4尺寸的大小 因為我們最後是要用A4尺寸 那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看你想要是哪一個大小的可以 好,按確定 好,那我們要做剪裁遮色片 要用左側這個矩形工具去拉它的大小 那如果你的照片想要調整成多少的大小 你就可以 你一拉以後它右側有一個大小 寬多少長多少這一個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那因為我們要做固定的尺寸 好,我先把這個刪掉 因為我要做固定的尺寸 需要固定的大小 那我按照上側這個齒輪 點進去以後 選擇固定尺寸 那你就可以自己調整它的寬 跟長度 那我這次要做的寬是 7.8公分 那我就點7.8 長的話是5.8 那我調整以後 按Enter 然後那我進去拖椅以後 點這個頁面 然後拖椅,不管你怎麼拖 它的尺寸就是固定的尺寸 那這樣我也比較好 就是做調整 我就不用擔心說尺寸會跑掉 接下來要將照片置入這個矩形裡面 那我們就打開照片的檔案 然後直接把照片拖椅進來 那拖椅進來以後 它會是有一個框框一個叉叉 那你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你按到四個邊 然後有一個游標以後 你按著Shift加Option 然後就可以等比例的放大照片的尺寸 好,那我們要把照片呢 放進這個矩形工具 那你一定要比矩形工具 這個畫的矩形還要再大 這樣我們置入以後 它才沒有空白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到右下角這個塗層的部分 我們要將這張照片置入到這個矩形裡面 然後那我們就點這張照片點右鍵 然後選擇建立剪裁遮色片 記住照片一定要在矩形的上方 這樣它才能套用這個建立剪裁遮色片 才能把這張照片套進這個矩形 好,照片置入這個矩形以後 那我們還是可以來調整照片的大小 你可以按Common加T 然後在四個角油標 按著Shift加Option 都可以等比例的調整大小 然後再把它置入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這樣就是完成一個矩形方塊的照片 完成一張以後 我們可以直接用複製拖拉的方式來做更多張的剪裁遮色片 首先我按到這個右下角 那我選取按Shift加物件 選取兩個物件以後 這兩個物件一定要一起選取 選取以後呢,我 游標按著 然後加Common鍵 然後你就可以左右拖拉以後 它就會自動複製這一組 照片 好,那之後呢 我再把這四個物件都選起來 然後游標對著這個物件 然後按Common往下拖拉 這樣它就會自動複製這一組照片 好,那都拖拉以後呢 我會希望就是可以標示這個 那不然就是 因為它每一組其實都是很類似的名字 那我就不知道哪一張是哪一張 我等一下把照片丟進來以後 我又不知道我就是要置入哪一個矩形方塊 那你可以點選它前面那個眼睛 點一下 那你看到哪一張不見 你就知道說 欸,這個是第一排的第一張 第一排的第二張 或者是第二排的第三張這樣 複製完以後 我們把新的照片拖拉進來 然後按著Shift加option 等比例的調整大小 然後比這個矩形工具還要來的大 這樣我們就做好了前置動作 然後呢,我現在把這一張照片拖拉進來以後 因為它其實沒有在這個剪裁遮瑟片上面 那我要用拖拉 按著 游標按著這個圖片 然後 往下拖拉 它就可以自動拖拉 那我們要置入到這個 第一排的第二張 也就是 你可以看右下角 我這裡有標示 然後呢,我第一排的第二張 我要把它插入到矩形跟照片的中間 因為我們現在照片是抓它下面這個矩形嘛 那我們是不是要等於把照片插進去它這個中間 那照片它就可以自動抓剪裁遮瑟片 套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欸奇怪 照片怎麼還是一樣 因為它上面還有這一張照片 所以我們點這原來的那個最上面那張照片 然後按Delete 把它消除以後 那它照片 新的照片它就置入到這個 就是矩形工具裡面了 好,那剩下的方法就跟之前一樣 我們就把照片拖拉進來 然後調整大小 然後套入這個剪裁遮瑟片 它就會全部都完成了 做好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列印了 那首先按到這個檔案 然後下面選擇列印 那列印呢 可以依照你指的方向選擇不同的方向 然後選擇完以後 就按確定就可以直接列印 如果你家裡有印表機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印表機要拿出去印的話 你可以按另存新檔 然後這個PSD檔裡面選到JPEG 一般通常影印店或者是就是7在列印的話 它們都是用JPEG檔 就是可以列印這個檔案 也是就是圖像檔用最多的一種檔案格式 好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儲存下來 然後拿到外面去列印了 好 就這樣 感謝你的收看囉 再見囉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